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我们星期五 我想在这个节目 回顾一下子每周 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 跟法律相关的新闻 来解读一下子背后里边的 一些法律故事 首先我们看一下子 在这个星期 拜登总统的话 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个的话 这个是他儿子被起诉 另外的话 就是他在国会里边 已经是面临 国会共和党 所提出来的弹劾调查 首先在弹劾调查的案件里边 麦卡西在星期二的时候 召开记者会 短短的三分钟 他陈列了三个调查的方向 并且命令三个 共和党所主导的调查委员会 组织联合起来 对拜登总统进行展开 弹劾的调查 在这三分钟的演讲里边 这个麦卡西 凯文麦卡西的他呈现 就是说目前经过九个月的调查 三个小组 一个是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小组 一个是国会监督委员会的调查小组 还有一个是税务委员会的调查小组 都发现了很多证据 所以他现在的话 要求国会展开对拜登的进行弹劾调查 当然这个弹劾调查里面的话 就是他里面提到这个弹劾调查 最重要的话是要调查 这个拜登总统 是否有牵扯到这个腐败 还有受外国政府贿赂的问题 当然这个部分 根据所有的这些 这个目前所呈现的证据 他说我们自己看得出 既少的话 拜登家族牵扯到有20个 这个空壳的这个白手套公司 LLC 另外的话 他牵扯到外国政府 有2000多万的资金流入了 这个拜登家族是透过Hunter 以后的话 他说现在国会要知道这个钱 究竟有没有落在拜登总统 或者是他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这些他们的口袋里面 因为从目前来说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证据 包括国税局的两名探员 在国会作证 他说他们对进行 这个偷税漏税的调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Hunter在乌克兰的里边的话 获得了乌克兰能源公司有4400多万的收入 没有申报 同时的话 这个在这过程之中 也有很多公司的出现 所以他现在要求进行调查 另外一方面 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Jim Jordan 也就是说 为什么检察官对Hunter家族网开一面呢 为什么故意让偷税漏税这项指控的话 超过实现性的 以后不起诉呢 所以这个司法部是不是变成为拜登家族辩护的一个律师团队呢 并没有替民众这个执法呢 所以他们要调查司法部是否这个公器适用 成为一个政治的这个打手 所以的话这个双是不是有双规 double standard这种的话 所以的话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调查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国会调查 能够传辅拜登个人的报税记录 还有他所有家族的报税资料 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是不是拜登有成为家族腐败的一个共谋人呢 或者是主导人呢 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情形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他国会有可用一个宪法的总统如果是牵扯到半变出卖国家利益 还有的话腐败 毁落罪 受贿罪这种情形的话是可以被弹劾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从目前来说这个弹劾的过程的话 他必须要首先经过国会里边的话进行这个众议院进行投票 所以投票的话进行要弹劾他 弹劾他的话真正决定要求这个是否这个弹劾 往往是要交由参议院来投票通过 但是在总统或者任何弹劾程序里边 最后决定是否弹劾的话 是由参议院来决定 以后在审理过程之中的话 就是由最高法院的法官作为一个审理法官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审理程序就像法院程序一样 众议院作为检察官一样提出证据 以后向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话呈现出来 以后同时真正决定这个案子是否要弹劾是否成功 以后这个参议院就变成陪审员了 他们的决定是否要弹劾 并且的话参议院要弹劾任何一个联邦官员 联邦法官还有联邦的这些包括总统在内 这些官员的话 他们都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够通过 也就是说在这个参议院有一百名参议员 他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人投票了才能够通过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总统 他现在是民主党的 参议院以后还是民主党所主控的 民主党不可能会通过 但是的话为什么Kevin McCarthy还是要推动 要弹劾呢 这个就是像比利的说 在川普的两个弹劾 第一个弹劾是2019年所提出来的 Nancy Pelosi提了出来 他说在选举期间的话 他们怀疑川普有派人到乌克兰去 跟乌克兰政府的话达成了一个协定 他们对川普进行调查 但是调查之后 以后送到参议院 参议院是由共和党 Mitch McConnell所控制 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还是推动 这是第一次对川普的弹劾调查 第二次的弹劾调查 他是在1月6号之后 国会的话也是一样 Nancy Pelosi推动 川普因为的话 发动推动J6 造成了出卖国家的利益 insurrection就是半变的行为 所以他进行调查 以后通过了弹劾了 但是还是一样 这个变成弹劾并不是真正要达到目的 而是在弹劾过程之中 呈现自己的一些证据 以后影响民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Kevin McCarthy明知道在参议院 现在的话是民主党所主控的 不可能通过 他为什么推动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总统选举年到了 所以他希望的话 就像2019年 在9月份提出来 在Christmas之前的话 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大家就报道 以后呈现的话 这个抹黑 淳朴一样的 同样的 Kevin McCarthy会利用这段时间的话 在这个年底之前 利用国会听证的机会 呈现的话 另外一面 就是Hunter Biden 跟这个Joe Biden 他们其实是一起来 利用自己的职权 自己的地位 来向外国政府的话 可以说是勒索 也可以说的话 就做生意 拿到大笔的钱 尤其是在乌克兰 这个能源公司 Hunter自己 没有任何的能源经验 为什么的话 坐在他们理事会里面 并且副总统 拜登当时的话 他也命令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你必须要将 这个检察长 测换掉 否则的话 我们有10亿的资金 不会给你 所以的话 在6个小时之内 你要答复 然后后来换掉之后 他拿到了10亿资金 所以这个部分 还有FBI的一个县名 我们国家政府付这个县名 觉得消息是非常可靠的 他说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有一个 1023这个表格里面 他已经是向FBI举报了 他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 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Hunter拿到了500万 以后的Big Guy 大老板的话 拿到了500万 所以的话 这个部分 为什么政府没有调查呢 所以的话 从这个角度 他说国会说 那McCasey说 我们必须要向民众做个交代 因为在过去几年 左媒完全控制了 并且这个 对任何拜登家族腐败的东西 全都是掩盖过去了 从Hunter的电脑 到这个所有这些运作 虽然有很多证据 但是左媒都没有报道 所以他希望透过国会呈现出来了 那基本上左媒必须要报道 所以他一方面是对 这个为了抹黑民主党 抹黑或打击民主党的候选人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 他要安抚共和党之内的 这个保守派人士 在共和党里边分成五大派 这五大派里边 其中包括问题解决委员会 还有这个正光委员会 还有中间的main street 这个中间的共和党人士 还有最右派的 以前的tea party 茶党 也有35名所谓的freedom caucus 所以每一个有一个委员会 所以变成五派 这个五派的话 35名freedom caucus的话 他当时他们就反对 McCasey担任这个议长 其中的话 他说我们用两个方法 来欠持你McCasey 第一个的话 如果你们McCasey背叛了 整个我们的利益 我们三票就可以提出来 要罢免议长 然后同时的话 这个我们这个保守派的话 要团结起来 以后我们你要答应 你一上你做议长 就要展开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九个月下来 他们对Kevin很不满意 因为到这个月底 9月30号 国会必须要通过预算案 否则政府就停摆了 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愿意承担 这个政治责任 都希望能够让政府部门正常运作 但是自由党团的领袖 已经有35名 已经坚持 他说 如果你Kevin McCarthy 不承诺 当时你竞选 这个议长的承诺 也就是说对拜登家族 进行腐败调查的时候 那对不起 我们不会通过你的预算案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Kevin为了讨好保守派的势力 为了争取到35票 为了避免被三名的党保守派的议员提出 要罢免他议长的职位 所以在本来他一直在拖延 没想到的话 这个礼拜 回到华盛顿DC之后 在星期二就马上宣布 我们要展开对拜登政府的调查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他为了安抚保守派的势力 为了不得罪那35名自由党团的党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提出来了 当然从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真正的 这个其实民主党 尤其是拜登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也可以说是狡诈的政客 所以他在McCasey当选 做议长的时候 已经在白宫设立了一个war room 战情室 已经对这个直将 对他的展开调查 这个进行了这个推盘 这个测验 已经知道怎么应付了 所以他第一提出来的时候 他发言马上说 你毫无证据 没有办法提出来 一点证据 没有办法跟拜登连在一起 但是在他采用的法律战略 就是说 你当年2019年 McCasey你是作为小鼠当的领袖 的时候你批评 Nancy Pelosi 说没有任何证据 就推动这个调查 所以的话 并且你Nancy Pelosi展开调查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全部的国会议员来投票 投票通过了 你才能够展开调查 同样的 现在因为当时对川普的调查 第一次谈到调查的时候 司法部已经给了一个建议 他说如果国会没有全部 让全体的议员来投票 这个单方面 由民主党所提出来的 这个话 你川普总统 你可以不理会国会的全票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政治 这个斗争 而不是说全部通过的 所以后来他抵抗了一个多月 Nancy Pelosi 在发动了民主党 以后进行全部投票 民主党占多数票 所以后来这个提案通过之后 这个才能够进入调查的程序 同样的 现在白宫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法 就是说你当年 Kevin McCarthy 你是说反对 他说你是一党所提出来的 不算合法 所以这个司法部也是提供了建议 对这个你必须要全部的议员投票 以后获取的多数票通过的决议案 才能够进行合法的调查 所以他现在白宫的策略就是说 你现在必须要全部议员投票 才能通过 通过之后才能够展开正式的调查 所以现在这个Kevin McCarthy 这个星期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这个星期他们 这个下个星期 他们会回到自己的选区里边 以后再回来 就是讨论预算的问题 在讨论预算的时候 他必须要向全部的议会进行投票 现在如果是必须要争取到218票 才能够通过这个决议案 才能够对这个拜登进行展开 正式的调查 当然这个目前来说 共和党所拥有的票数是222票 所以Kevin McCarthy 在一个星期之内 必须要争取到全部议员的支持 才能够正式的展开 对拜登家族的调查 刚才说的话 这个拜登总统面临double brought 两度的打击 第二个打击的话 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 司法部展开公布了 展开对Hunter Biden的持枪问题 进行正式的起诉 这个正式的起诉的话 起诉书里边的话 指控了三项重罪 他第一项指控的话 他说在2018年 10月12号的时候 Hunter去买枪 填了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上面的话 这个他自己欺骗的联邦政府 因为法律上规定 你自己吸毒 你是不能够枪的 以后在Hunter自传里边 也有很多这个证据证实的话 在2018年10月12号的时候 他是吸毒的 有吸毒的问题 而还继续填表 说自己没有吸毒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是填表 欺骗联邦政府 这个第二项重罪的话 就是说在那天购枪的时候 以后枪电 以后递交表格的时候 向他向枪电的人撒谎了 枪电里边的话 就是说向这个 这个枪电的老板 这个提供不实的资料 这是第二项罪名 以后第三项罪名的话 他作为一个吸毒人员 不能够拥有枪 但是的话在2018年10月12号 买枪的时候 他是不能够有枪的 所以以三项罪名的指控 当然这项指控里边的话 这个Hunter都希望能够 本来希望的话 能够这个苏见苏绝 以后不想将这个事情 曝露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单事情 进行审理的程序 会让更多人 这个对他的背景 更难堪 因为毕竟这个枪是怎么发现的 当时的话 他购买枪之后 这个警察发现 他是有吸毒的问题 不能够有枪 所以到警察到他家里边去烧茶 要追枪的时候 在10天之后的话 没想到的话 在家里边找不到枪 而是这个时候的话 突然间在他家垃圾箱 外面的垃圾箱里边的话 找到了这支枪 而这支枪后来经过视频 发现原来是 这个Bow的情人 也就是他哥哥的太太 帮他丢掉这个枪的 当然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你作为这个 这个拜登的家族 这个丑闻的话就会出来了 为什么 哥哥刚去世不了 不久 以后的话 这个Hunter居然跟 他哥哥的太太 发生了 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 住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拜登家族 不愿意让大家看到的 当然他现在来说 这个事情 他自己也承认 在2018年的时候 有吸毒问题 然后所有的新边的人 都可以出庭作证 这个Hunter 有这个吸毒的问题 但是的话 他的辩护理由 是什么呢 其实他唯一的辩护理由 就是说 在六个月以前 六个星期以前 双方检察官 已经跟Hunter的律师 达成了认罪协议 已经让他来戒毒 以后变成一个diversion 以后的话 做几天义工 就不会有事了 没想到的话 他说他现在的话 只能去说 他的唯一辩护理由 不是说 不是我当时填表的时候 我神志不清 什么理由都没有 因为你毕竟 这个叫做street liability 你要这个绝对的责任 你自己填表 你知道的话 要填 要做事实的 要真实的填的 而你自己在公开场合 以后已经承认 你自己是吸毒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然后他没有其他的辩护理由 他唯一的辩护理由 就是说当初我跟检察官 已经达成协议 检察官是代表政府的 政府的话 要原而有幸 以后必须要 坚持他们的承诺 但是的话 这个部分 由法官来决定 法官当初也是 已经说 你这个部分 当时偷税漏税 清罪 以后这一项 本来是重罪的案件 你检察官是不是说 当时法官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们双方达成了认识协议 说是不是免出所有的责任 将来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都不会起诉 检察官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承诺 但是 这个亨特的律师说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的理解是 一旦只认了这两类罪 一个是偷税的罪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枪的问题 所有的以后的问题 就不会起诉 所以这两方面 法官的话 同时也是收到了 国会所转过来的 他说两个 两个国税局的 吹口哨的人士 已经证实 在调查之中的话 有双标的问题 以后 所以以这个问题的话 法官不接受 双方所达成的协议 当然他现在律师说 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了 你法官不能够剥夺 但是的话 在法律上面的话 法官经常都说 你只要这个起不起诉 是你检察官的决定 但是他怎么样了判 是我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很强硬的理由 不过来说 他虽然现在三项重罪 可以面临25年的劳刑 在目前来说 一般不会真正会做25年 有可能是一年到三年左右 这种情形的话 有可能亨特会为了 为了这个枪的问题而进去坐牢 不过来说 这个会不会 这个为什么现在只提枪 不提税务的问题呢 不提这个海外腐败的问题呢 还有这些 现在的话 这个现在也是引起大家关心 因为毕竟David West的虽然是 川普任命的检察官 但是的话 他的很多支持者 很多新边的朋友 都是拜登总统家族里面的朋友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特别检察官 会不会真的像真正的职业的检察官一样的话 不偏不倚 以后还秉公的来起诉 现在的话 大家都正在观察之中 当然有可能 因为其他的偷税漏税的案子的话 是发生在加州跟DC 因为当时的话 亨特已经搬到DC跟加州 从这个部分的话 有可能检察官的话 在税务方面 会在加州或者是DC 来在以后再起诉的 不过来说 起码这个是对很多共和党人士来说 司法部这样子做 起码的话 对民众有所交代了 今天也是这个United Auto Workers 这是一个拥有15万会员的 就汽车制造工会 今天的话就开始展开了罢工 目前的话 在罢工里面的话 三个工厂进行 其中的话 包括米兽利亚州的GM 通用汽车的安装线 还有在欧亚尔的Stealitis 这个是Jeep里面的工厂 还有在Michigan福特的汽车 这个工人已经开始罢工 因为的话 他们要求这个要涨薪水 但是谈判没有谈下来 当然的话 现在他们 他说这些主要的原因 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的话 是这些United 这些工会的人员 发现的话 他们的薪水 这个19块到26块 已经通货膨胀那么高 已经没办法维持生活 所以的话他们要求涨薪水 这是要求在五年之内涨36%的薪水 第二个的话 他们的福利 他们的退休金也输水了 然后第三个的话 他们的就是开除员工 招收员工的话 最老的员工最先走 因为要lay up的话 留最新 这个新进的 便宜的员工 所以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们简开了谈判 尤其是在三五年之内 要涨36% 这个工厂的代表的话 这个认为这是太高了 成本太高 然后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拜登已经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为长期以来 拜登一直说 我是在美国历史上 最对工会最友善的总统 他也是说工会的维护者 但是的话 在过去的几年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汽车工会的话 受到很大的威胁 一方面的话 这个传统的汽车制造业 已经受了这个拜登的新能源政策 要所有的电力汽车 所以现在这些传统的汽车的话 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的话连工会的主席 他说 他说 I don't know what he has done 我不知道那个拜登 做了些什么事情 以后他这些 这个另外方面的话 尤其是在过去两年 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所以很多就是职业的人士的话 都这个在汽车行业 以前的话都是高薪的 但是的话 现在16块到26块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 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正常的生活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 拜登虽然派的他代表 想办法跟工会来阻止 来罢工 但是的话 现在谈判的破裂 所以这一部分 这个汽车工人的罢工 有可能会影响到 民主党的选情的 另外一个的话 会影响共和党的选情 就是Mid Romney 他这个礼拜宣布退休了 这位曾经在这个 Message州担任过两任 这个州长 现在代表犹他州的摩门教 这个乡家 他自己的做事非常成功 以后 但是的话 他是属于这个非常 这个中和中温和派的 共和党人士 他自己经常是批评 这个川普 所以的话在共和党里边 他们 他是敢讲的 他在议员里边 他其实他的子女 他妹妹的女儿 这个Rona McDaniels 其实就是RNC的主席 共和党的主席 所以有一次我碰到 这个在DC访问的时候 见到他的子女 我说你跟Mid的关系怎么样 他说我学的很多东西 但是的话 我跟他是谈不拢 我们不能够在 在餐桌上面一起讨论 政治的问题 因为在政党里面 在共和党里面 他虽然是共和党资深人士 但是的话 他经常批评川普 所以的话 对川普来说 他也承认 川普现在是共和党的 最受欢迎的人士 所以的话 有基本上半数以上的 共和党人士的话 都是属于川粉 但是的话 同时他自己说的话 他后来 他现在宣布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宣布的话 他不再竞选连任 要退出的政坛了 他说等我连任的时候 我已经80多岁了 现在在参议院里面 都是老人政治 应该让新的人来主导 美国的政策 当然他暗指的话 Mitch McConnell 年纪大了 暗指Dian Farnstein 加州的参议员 Farnstein 他说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美国不需要的 同时他因为 他自己也承认 他在书里面 他这本书的话 已经开始发表了 他说在里边 其实共和党里面 对川普的话 是敢怒不敢圆 他说很多人不认同 川普的极端政策 但是的话 没有一个议员敢批评他的 他就私下连书里面都点名 Mitch McConnell 很多这些人的话 私下的跟他讲的话 都侵占他 你敢跟川普呛反调 所以在目前来说 他的退出来 他也知道 他的影响力 也因为 他对川普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共和党也不太欢迎他 他也知道的话 他要退出来的 那当然 现在他一宣布 要退休 不再连任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人都要出来 但是附生最大的 就是这名 叫做Robert O'Brien 他是川普时代的话 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顾问 是总统新变的顾问 川普的顾问 他也是对中国政策的鹰派的推动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现在有很多人 保守派的人士都推动他出来 来割足 优塔州的参议员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纽约在这个左媒里边 Washington Post 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话 也可以说是有历史性的文章 为什么写的文章 这个人的话叫David Enartes Enartes的话 是属于可以说是美国情报最灵通的 所以很多外界保守派人士 认为他是这个CIA 还有FBI里面的发言人 他们所有的情报界要透露消息 要转风向的话都是透过David Enartes 来的文章里面发表 所以这个部分他上面写到的话 在这个礼拜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拜登总统不应该连任的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 他成立了很多这些 我们刚才提到拜登总统 面临的两大挑战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你可以说是因为是从David这个人上 发表的很多人解读的话 就是美国情报界已经开始放戏了 这个拜登 因为美国情报界里面可以说是 在幕后又掌握很多这些情报的 的关键人物 他也是这个深层政府的一个代表 所以连这个部分他已经发表的 这个消息出来 那基本上那如果是拜登 这个因为现在最重要一点 民调75%的民众认为 拜登是不能够年纪太大了 神迹不清不应该继续连任的 这个他的民调是先年所做的 只有39%的人认同这个拜登的 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政治 而当然有32%的人是认同副总统 贺锦丽是可以是这个只有32%的人认同他的过去的表现 但是的话这也是美国总统以来这个民调最低的副总统 所以的话这个这篇文章也是将拜登跟贺锦丽都抛弃了 他说这两个都不应该选的 那不应该选呢谁来备胎呢代表民主党呢 当然加州的州长的话这个 这个David Nielsen Galvin Nielsen成为最佳的人选了 所以的话在这个星期四 昨天加州议会休会 一共有几百个法案送到他这个州长这个桌子上 所以将来两个星期 他要签字 如果不签字 如果签字就成为法律 如果不签字 而隔置在一边 可能这些法案了没办法通过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有几项法案 上个礼拜已经提过 包括的话 这个大麻 这个这个 迷范药合法化 还有这个很多 这个如果你地区 社区学区 推动了这些课程 交通信链的这些课程 如果你学区拒绝接受州政府的教科书 那州政府会取消对学区的经费援助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要州长来签字 所以州长怎么样子 签的字 他必须要考虑到 他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这些政策的话 会不会影响他的总统选情的话 这些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 在这个星期的话通过了几个法案的话 也会让大家都会跌破眼镜的 因为这些法案的话都是属于极左 这个极左的政策 这个项法案的话 包括你现在我们光在谈罢工 罢工的话就是说很多工会 他之所以收取工会百分之十的亿元的费用 就是说除了我们帮你去游说之外 万一罢工你没有薪水的时候 我们工会有预备金来补助你 以后让你上街游行的时候 同样可以付账单 但是的话这个责任现在要转给州政府 他说的话现在加州议会已经通过的话 所有的这些罢工的人士 他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法案就是保护工会的利益 所以的话你上街头去游行多久都没问题了 现在你可以领十月救济金 但是羊毛处在阳心上到头来的话 还是要所有的纳税人承担这个费用的 所以州长会不会签字 我们就要看他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光台长 这个汽车工会的人要求薪水要涨 现在加州的话已经要求最低薪食 尤其是在医疗机构医院 这个诊所里面做的 最低薪食必须要在25块钱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也可能成为是全美国最高的 最低薪食这个要求了 这个已经送到州长的台上面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对枪的控制 我们光台讲的话 总统的儿子他够枪的时候的话 因为后来这个民主党觉得的话 他是一个吸毒人士 不应该来起诉他 但是问题是每一次重要事情发生 民主党的人士都主张的话是枪杀人的 我们要控枪要控枪 但是的话同样的 这个加州也通过了很多这些控枪的严格法案 州长会不会签署呢 尤其是在红州里面 民众相信第二次政案 保证民众持枪的权利 那州长签署这个部分 剥夺很多民众持枪的权利 这种情况之下 就像New Mexico现在的州长他是决定 他说在一个月之内的话我们要控枪停止的话 所有的出售枪并且做背景调查 以后民众不能够随心带枪 所以他现在的话 这个州长虽然下命了 但是他真正执行的 只有在36个county的县警察局 只有一个县警察局执行的 其他35个警察局 他都说我们不能够剥夺民众持枪的权利 所以目前的话 州长在加州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他会考虑他会不会就是将这个标准推动给全美国呢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其他的尤其是红州的 尤其是摇摆州的 会不会接受纽损这种执着的政策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当然最后的话 报导一下这个川普的一些案子输送案的进展 在今天这个川普的律师正式的话 在纽约州状告了审理他的这个民事诉讼案的这个法官 我们知道的话除了很多刑事案子之外 在James Lalita James 这个是纽约的检察长 他没办法用刑事案子来起诉川普 他只能透过民事的方法 状告川普跟川普职同 他说你在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 虚报你的房地产价值 虚报你的 所以话骗取这个贷款 川普的说 我只是高估 就算我高估了我的产值 但是银行机构的话来决定的话 他们会再查证我们所讲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的价值 所以话你们可不给我贷款 并且我们现在贷款里面 他没有一笔是坏账 都是所有银行 我们之间的话跟银行贷款 关你州政府屁事 当然的话 因为Lalita James 这个州检察长的话 他选举的时候就要 他打的口号就是 我要追杀川普 所以话现在同样的 这个法官的话 也是属于要追杀川普的一个法官 所以话他现在向上述法院 状告了这个法官 他说这个法官的话 有预设立场 以后来追杀川普的 所以话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是一个 他因为本来这个案子的话 会在这个年底之前开审的 因为这个要状告这个法官 要求这个法官回避 这个案子在民事案件方面的话 可能会拖延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也是川普所使用的一个策略了 在其他的案子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在四大案件里边 在J6的案件 他案子的话 现在已经是确定了开庭的日期 但是开庭的日期 虽然是确定了 但是将来真的会不会在明年三月份 正进行的话 这个可能性不大 可能会继续延期 在乔治亚州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案子起诉了 但是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 要开审 当然现在川普的前任两名律师 已经是要求快速审讯 而川普的律师要求的话 也延后审讯的 相信的话会在选举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起诉 真正的审理了 在佛州的机密文件案件的话 虽然也是确定了 这个开庭的日期 到明年五月份要开庭 但是的话这个法官的话 还是川普所任命的法官 Kennon法官的话 可能会同意 这个川普律师所提出的延期要求 在曼哈顿这个封口案子的部分的话 这个案件审理的法官的话 也是对川普不利的 现在的话川普也是同样采取的策略 因为他的日期已经定为明年3月25号 所以他现在川普也是向上诉法院提出 要求这个法官回避 这个案子的话 有可能会还是会延期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